无论是贝老名还是强蜘珠,都已达到大光猜历大恒大的集讯当中,各类消息也是满天飞,对于这两者演员,少的也仅仅是一格关心消息,因此在关心时,大部分的球鱼都是十分镇定,情绪没有一丝玻璃,之所以说出乎意料,是因为贝老名和强蜘珠都属于防守球员。 说句实话,连异解自己此前被预测,关心的两名人,很可能有罗伯脱销的一席之地,但显然,恒大方面更看好出身幽联的贝老名,或者说,恒大更看重球队防线的重建,根据最新消息,连于受规划手续重度,以及贝老名额的影响,贝老名将会以外人的身份加盟球队,而涉陷于领测的贝老名政策, 药州外人调制中,很可能只会出现在药冠赛场上,至此,广州恒大本赛季的四大外人拼图已经完成,恒大的另外一名工会被向罗伯脱销,则可能会如此前传人一样,被球队暂时外足,此情球一类一直在憧憬地怕脱加盟恒大的美梦,至此有基本会灭, 要想出现什么省转折,估计概率比硬币能竖起来还要想,除了意外,广州恒大将以法律民奥,塔利斯卡,布朗宁,及强制中赋名为人,将上以高老成为核心, 辅以一众小羞肉球员,来组成新赛季球队阵容,但不等球的地解粗略一看,也发现了这个阵容存在着两大问题, 第一,恒大的中列土炮,能否在新赛季将负起重任,本赛季的四大外人中,布朗宁和强制中,都属于贺乐球员, 宝利云奥虽然插上能力强害,但他的正直也是一名厚弯,因此恒大能用的成功计量员,就仅剩塔利斯卡一人了, 而且若想发挥塔利斯卡的自带攻击力,还不能把他用在大中风的位置上, 从此一来,能出现在中风位置的人选,就只剩下高林,杨利云和王俊德, 如果卡树使用三前风阵行时,宝汉超、邹世豪、唐诗,也让成东西更多的进球责任, 这对于上赛季进球偏少的恒大等土球员来说,绝对是一个大考验, 第二个问题,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原生,一旦把卡确准, 广州恒大的进攻体系,要如何安排,上赛季恒大的四名内容,在联赛共打入五十次球, 占大全队进球术接近七成,本赛季四名内容中,有两位是纯防水球员, 一旦卡栗斯卡或法律民二发育评赛或生病,球队都将仅剩一名攻击来源, 显然这将严重影响到球队的攻击力,从此看来, 虽然广州恒大在这个转会冲,接连里入多名一名胸脚脚, 还招了两名攻后球员,似乎占了大悬疑, 但由于政策反复,实际上球员的引人计划,是被人中打乱了, 本想寻觑渐进的更新球队, 以下个终身带球员几乎走光,直接变成重建, 最后记得这支恒大,将会是卡栗斯卡从来没有玩过的传新版本, 阵营动弹后,球员需要沟通安斧,新阵人需要约合, 缺少攻击令人导致魂力向上的任期要解决, 先投入戏,现在的卡栓并然很投大, 并且甚至有点担心, 本赛季广正恒大的成绩, 对象过山车一样侧击, 几乎是推到重南式的阵容更替, 必将被拿不可避免的阵痛, 作为集训队打联赛设想的最终麻烦者, 广正恒大算不算是付出一个赛季的成绩为代价, 当相关领导的齐斯妙想弄在一关, 更惨的是,还要被各类情谊, 媒体骂成狗, 出现足球并必须回复训续, 只有机会免费赢得法令为主题训续一切, 本周共有十个名言。